这节课咱们就来一起捞一捞关于用户画像的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是不是最近都比较火 然后现在从现金的角来说是不是用的更广了 用户画像其实咱们叠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比较直白的一件事 那首先咱们就先来看右边这个图吧 右边是谁啊杜甫是吧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第一眼看这个图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是觉着这个图已经被玩坏了 基本上在这个微博啊微信当中 好多人啊就是把这个图啊做成各种各样的版本了 但咱们就是上高中或者说上初中是吧 是不是经常会做这样一件事啊 这个课本上然后有个人 然后呢我想把这个人呢就是画的更漂亮一些 咱们这块加胡子那块加什么东西 给它描的看起来就是感觉更好玩一些 那是不是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个类似用户画像的东西呢 咱们是不是以前接触过啊 其实啊这都不是的 咱们以前接触的那叫什么 咱们以前接触的那叫捣乱啊 随便就画着玩 那真正的一个用户画像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来这么看 首先呢 这个用户画像啊它是什么啊 它是一个真实用户的一个虚拟代表 也就是说啊我们要做这样一件事啊 肯定是有一个意义和一个目的性的 我要干什么呢 真实的一个用户啊 其实上来说它长什么样子 对我来说没有不太大关系啊 长的样子对我来说我是不关心的 但是我关心什么啊 我关心的是这个用户啊 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潜在价值吧 所以说你必须要先能够了解客户 才能呢把这个客户啊 转换成你的一个肯定的价值 那我们需要什么啊 我们就需要这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虚拟的代表 虚拟的代表就好比说 真实的你很难去把控 因为你可以想就是 在后两个当中啊 咱们现在用户量大不大 特别大吧 你把每一个真实用户 你说我都面谈一下 都约谈一下 都详细的一个人一个人去分析一下 不太可能是不是啊 这样一个事 那你说对于这样一个任务啊 咱们该怎么办啊 对于这样一个任务啊 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转换 将我们的一个真实用户 转换成他的一个虚拟代表吧 只要我们能完成这样一个虚拟的转换 是不是说我就对这个真实用户 有了大部分的了解啊 这个就是我们之后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做这样一件事情啊 是不是要基于什么东西啊 肯定是这样的 我们的这个虚拟代表啊 一定啊 是建立在一个真实的数据基础之上的 也就是说一个用户来了 我一开始不知道他 我随便的给他打上一叠标签吗 我随便说 哎呀 他喜欢玩网游 然后他喜欢买篮球 然后他喜欢穿那颗鞋 这样去做合适吗 肯定不合适吧 我们要干什么 我要尽可能最真实的还原这个数据 也就是说啊 我们现在干什么 有了一系列的用户的行为啊 用户的属性数据之后啊 我们现在啊 要基于这个用户进行一个建模的工作 那这里来说啊 就是刚才咱们概述了一下要解决的问题 那你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肯定啊 是这样的 基于用户啊 他有一些目标 行为观点 可以说啊 就是搜的数据啊 都是不一样的吧 数据要是一样的 我们有必要做这个画像吧 所有人都长一样 那就没必要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拿到的用户数据啊 基本上都是有些差异的 比如说你逛淘宝 你愿意去买一些吃的 那我逛这个淘宝啊 我就愿意先买些玩的 这还不一样 所以说呢 咱们画像出来 结果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要根据啊 我们用户的目标 行为 或者是在观点当中啊 很多的差异 怎么办呢 将用户进行区分吧 我们的目的啊 就相当于是 比如说我说 这个人 他可能愿意去买 就是十岁左右人玩的东西 那个人愿意买 三十岁左右人玩的东西 那相当于什么 打上了标签 他年龄段的一个差异吧 也就是说啊 我们现在啊 要根据历史数据当中啊 有很多的信息量 在这些信息量当中啊 我要抽取出来 最可以利用出来的 也就是咱们这个最典型的一个特征 这样一个典型特征啊 那形成什么 你把这个特征 我们想特征对应什么 对应我的数据吧 数据对应什么 对应我这个用户吧 所以说啊 这些特征就相当于是还原了 我人物的一个原型 这个人 他产生这些特征 我就说啊 这个特征好比是这个人啊 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说咱刚才啊 就是解释了半天 看起来挺抽象的 又什么虚拟的 又什么原型 又真实的 其实说白了 干了一件什么事啊 就是要对我的用户啊 打上一系列标签 这个人年龄段 这个人性别 这个人喜好什么东西 本身啊 我都是不知道的 但是呢 我基于用户啊 他一系列的行为 一系列的历史数据之后啊 我就可以给他打上这样一个标签了 这个啊 就是我用户画像 要做一件什么事 说白了 给用户打标签 这就完事了 然后咱们想啊 就是说 刚才我说了 要给用户去打标签 那为什么要给用户打标签啊 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啊 那你说现在的这个事啊 做的火不火啊 特别火吧 你说哪个互联网公司 不重视数据啊 不可能吧 随便你用一款产品 现在的产品 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产品可能说什么样 以前可能手机也没这么智能 那时候做的东西也比较粗糙 基本上就是你用什么信息 你自己搜什么信息 然后呢 可能搜的啊 结果还不是特别好 现在什么样啊 现在就这样了 你要用什么信息 你就大概的搜过几次之后 然后之后呢 比如说你比较关注篮球 你上这个百度搜几次篮球 你上这个近日投标当中搜几次篮球 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结果 以后啊 就是你进了这个主页之后 他给你推荐的全是篮球相关的东西了 我就有这样一个 我就有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我别 我有时候愿意去看一直播吗 然后经常去搜这个斗鱼 然后现在你说我拿手机看了都是 然后现在这个 那个百度 你知道都有推什么广告吗 全是这些斗鱼主播啊 今天怎么撕逼了 明天又咋地了 全是这些事 这些事我还真不想看 我就不想消息 听听看人家怎么打游戏的 所以说啊 现在的这个东西啊 就是做的已经是非常好了 那这个东西跟什么挂钩啊 跟营销 跟推荐挂钩吧 那其实啊 大家注意到这样一件事啊 咱们现在在去看这个广告的时候啊 比如说看广告 你说你看一篇文章的时候 真有一些免费的东西吗 好像来说免费都是免费的 我看这个东西啊 没说我钱啊 但是啊 大家注意到一点 就是给你推荐这个东西啊 底下 要么是底下 要么是中间 要么是什么地方 他多多少少都会带有一些广告吧 所以说啊 现在那你想 他要投放广告 有个成本吧 投放给什么人啊 投放给有价值的人是吧 什么有价值啊 你来买他才有价值吗 没买他 干点起有什么用啊 所以说啊 那你说对于用户的一个标签化来说 有没有用啊 这就特别有用了吧 我只有知道一个人 他是干什么的 他喜欢什么 他可能之后买什么东西 我才能会给他推荐什么吧 这个就是用化镜 它的一个价值 价值非常大的 一会儿咱慢慢再聊这个事 然后咱们来想以前的一些故事啊 以前不知道大家听不听过这个故事啊 就是啤酒和尿布的故事 最开始啊 我在看那个数据挖掘书的时候啊 就是很早之前啊 都会有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买啤酒的人 然后大部分情况下 他会买个尿布 这个东西啊 我估计也就是书上这么一说吧 然后在老外当中 可能会有这样的东西 但是就是我现在来说 买啤酒和买尿布 我到现在我都觉得这个东西 好像也就是这么一说 那咱们可以想 为什么他们之前说买啤酒的人 会买尿布啊 是不是说买他们之间 有信念的联系啊 有这样的联系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打标签了 就打标签之后 比如说我认为这个人什么 这个人他是个奶爸 然后他来买啤酒了 为他推荐一个尿布 是不是也可以啊 至于说这个东西啊 都是有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的 在用化的当中啊 我们就可以形象化的 对每一个人打上啊 他都需要什么东西 这就是一个标签嘛 那这个标签啊 现在你说什么百度啊 就是BAT吧 现在不忘BAT了 BATJ是吧 这个刘强东 现在越来越火 是吧 哎呀一看 我一打开这个微博 刘强东今天这了 明天又那了 他这个演讲还是蛮多的 那你说现在是不是得用户者 得天下啊 是吧 都在考虑用户的一个体验嘛 用户体验的好不好 完全啊 跟你这个标签打的好 有没有关系 比如说你现在 要做一件这儿 你要给 就是微博当中啊 有一个热门 就是前一阵刚刚 今天刚刚新的嘛 你一刷热门 都是给你推荐这些新闻 那这些新闻当中啊 他推荐什么啊 当然是你喜欢了 文艺热门里边啊 基本上一半篮球 一半是各个主播的一些故事 所以说因为什么啊 因为我比较 以前搜过这些东西嘛 我边搜的时候啊 其实我 其实边搜的时候 怎么听得这么病 我边查找的时候啊 就是说 他边会给你这个人啊 打上一些标签吧 那你说给我打什么标签啊 给我打标签啊 什么网游 网游爱好者 然后愿意看主播 然后愿意看某几个主播 所以说就是 当你做一切的事情的时候啊 都会给你这个人 打上一些标签 其实我就想 这个微博当中啊 给我打标签 到底是什么 我其实我还蛮想看这个事的 标签来说啊 每个人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打好标签之后啊 接下来要干什么 利用你啊 有标签之后 比如说游戏公司 找打网告了 哎呀 一看哪些用户人 打上了一个手机的 手游的一个标签 那就给推荐这些人嘛 那你说会给一些大妈推荐吗 大妈推荐什么 都关注于养生啊 会关注于这些东西啊 我不知道咱们 咱们大家就是 咱们大家自己的 有没有家里的一个群啊 我对这个家里的群感受颇深啊 然后我们家群啊 就是怎么样 一般情况下 唠嗑少啊 都是往里发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这家群 一般情况下跟你说什么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不知道的一件事 睡前必须做的九件事 然后还有什么 就是千万不能怎么怎么样 别人怎么怎么样 已经什么什么剃了 全是这些东西啊 一点就要 就边看我都想乐 然后看他们发 那就是睡前必干的九件事 前四件事啊 就是还是 就是还是说正常的 手机啊 离得远一些啊 防火射啊 怎么怎么样 然后喝点什么东西啊 不能晚上少吃肉啊 这些东西 看来比较正常的 然后到第五点 发现了什么 第五点他说 睡前必须要打开一个APP 抢个优惠卷 那你说这什么 这不就是有广告吗 所以说啊 就是这些用户画像 跟广告跟营销啊 都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然后还有什么 曾记否梦幻手游 客服经理的故事 梦幻手游客服经理咋了 我总要举这例子嘛 因为他总给我打电话 我之前要再说一遍嘛 大家听过来 就再当个乐呵吧 然后之前就是玩 这个梦幻西游手游嘛 然后他然后有一阵时间不玩了 然后他那个客服经理 就没事给我打电话 说这个迪恶 我们给你准备了那个 回味大底包啊 然后还有几万金币 然后你们这个帮派小伙伴吧 都非常想念你啊 咋地咋地的 打感情牌 然后打这个什么 就是给你底包牌 打这些手段 然后就是给我说一下堆 那其实你可以想啊 就是他的客服经理手里边 有多少流失的客户啊 上百万都不止吧 这么大的一个游戏 玩的人很多啊 每天几十万人 几十万可能是我随便编那个书 反正就是比较大人都会流失吧 那你给什么样人打电话啊 肯定是最有可能回来的吧 那什么样人最有可能回来啊 他肯定得找啊 通过你历史数据当中啊 去看一下 哪些人可能回来 接着能充钱 哎 我爹给他打电话 哪些人回来 他都不充钱 你回来还占我服务 还占我服务器带宽 你压根就变回来了 是吧 所以说啊 他的手机经理当中啊 肯定有一个表格 按照一个顺序去打电话吧 一天也就能打那么几十个电话 是吧 你说人家拿提成的 人家不可能说 没有人天天给你唠吧 所以说啊 在这里 他肯定也会给你打标签的 哪些人 什么样的行为 都有什么事 这些啊 都是能给你打上标签的 所以说啊 咱们看右边什么 右边这个人啊 对他做一件什么事啊 我要看的 并不是这个人长什么样子 而是说这个人 他喜好什么 他本身自身的一个属性 他有哪些自身的属性 和行为的属性 相当于一个静态的 和一个动态的属性 分别是什么 一个人 如果说打的标签 打的越丰富 越全面 之后是不是 咱们再做数据分析 数据挖掘 再去利用他的时候啊 就更好利用了 所以说啊 这个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需要用户画像 以及用画像 能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一个收益 这个收益怎么样 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 现在你说 哪个大牌子 大厂 他不去做这个事吗 肯定啊 都去做的 为了之后的发展 为了之后的营销啊 或者说 为了利益 都要去做 这样一个事情的 好吗